大半夜的煮饮饭了 跟朋友约了5和那家24小时营业的串串店 撸串哥10点多人还是蛮多的嘛 看他们这一面还有这一面全都是拿菜的地方 菜品属于很丰富了 不管是荤素啊都是9毛1000 这边基本上全是牛肉有十几种啊 还有香菜牛肉 钢豆牛肉 我很爱的泡椒牛肉 金针菇牛肉 红草花牛肉 我很惶恐的贼耳根牛肉 9毛一串必须要多拿牛肉啦 就还有这种吊笼啊嫩肉之类的 还有这种果麻辣椒面的 哇这边看到一个大姐在这边串串串 大家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牛肉用的是什么部位的肉啊 牛腱子肉 这都是牛腱子肉啊 锅底就是那种正宗的红牛锅底 看着火辣辣的 我们三个人点了满满的一种 我们点了好多这种适合夏日的甜品啊 超适合夏天的西瓜水冰 青蹄冰汤圆 这个好适合夏天好清爽我感觉 我还有这个羊眉冰汤圆 这个看起来就好折渴 这个奶豆腐的制作过程真的超治愈 这不是颜值很高 干杯夏天快乐 为啥我们甜品点的多 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 特畏数啊 太帅 第一轮涮的全是牛肉 先来点我超爱的香菜牛肉 这下味道是真的OK的 上次也是我们两个来的 然后这次我们又多带了一个广西的朋友一起来吃 香菜牛肉 锅底就算牛油锅底很香 看这个川味超辣卤味 我们点了四样 其中这个香辣鱿鱼是五颗星 我们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这几盘是我们的川味超辣卤 这个辣椒看的就好猛 这这么辣 你怎么不告诉我 它后劲超足 我的天 赶紧吃一个这个羊眉冰汤圆 还好我们点了很多甜品 不然真的会把我腊晕过去 点甜品是正确的 冰冰爽爽的解辣 我们别的蔬菜什么的一概没有拿 全部拿的都是牛肉 但是还是点了一些火锅蒜菜 这种就是虫草花牛肉 我们今天唯一没有拿的就是折耳根牛肉 广西的朋友说 如果我敢把折耳根牛肉放进锅里 他就跟我决裂 所以有些人说就香菜一样 吃火锅还是喝柠檬茶解渴 这家有一点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他说是9毛钱1000 他真的就是1000一串 其地方他是说半千收费 但他一串牛肉一串肉 可能给你两根签子 有些甚至三根签子 那就有点过分了 好爽脆 钢豆牛肉也就是酸豆角牛肉 我还蛮喜欢吃这种酸豆角的 咬下去脆脆的 有毛一串大口炫 不用顾及任何东西 跑椒牛肉 哇 这泡椒好酸爽刺激 一口咬下去 那个泡椒酸辣的汤汁 会在你口腔中爆开 泡椒酸辣的味道 和那个红油香辣的味道 如何在一起 真的特别过瘾 除了串串 我们还点了他们这种卤水拼盘 沾插中间给的干碟干料 好吃这个 这个就是那种比较香的卤味了 不会就特别辣的那种 刚才那个卤的那个鱿鱼区 那个是超级辣的 这家店我跟我这个朋友 已经是第二次一起来了 感觉就是性价比高 味道还不错 重点是24小时营业 就是那个宵夜好去受 如果你住龙岗附近 晚上想吃那种串串类的 就可以来这家试一下